本月WiiU的新遊戲 就是這款以許多創意玩法為主打的 遊戲與壞力歐 雖然說壞力歐系列一直以來 都是以豐富的單人小遊戲而聞名 但是WiiU的這一代大致上來說 其實比較接近跟朋友 一起向自我挑戰的同樂遊戲 算一算遊戲與壞力歐中 單人與多人遊玩的遊戲 加起來有多達十六種以上 每一個小遊戲都是由壞力歐系列中 出現過的角色來擔任主角 在正式開始之前 還會有一段有趣的卡通可以看喔 當然每個遊戲都活用了 WiiU獨有的控制器PAT 像是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弓箭遊戲 目標就是要阻止壞力歐的草莓被偷走 快利用觸控面板上的弓箭來阻止他們吧 如果看到飛彈飛過來 別忘記要抓準時間把PAT直立當成盾牌喔 再來這關呢 就是要玩家們變成狗仔隊去偷拍主編要的照片 首先你要從電視裡找出要拍的目標 然後從PAT上的觀景窗對準目標 抓準時間拍下來 不過不要亂拍喔 有的時候還要拍到特定的姿勢才算成功喔 我想應該有很多朋友都有半夜偷偷打電動 又害怕被家人發現的回憶吧 接下來的關卡就是要擬重溫 這樣提心吊膽驚心動魄的噩夢 這個在半夜睡不著覺的小朋友就是我們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偷偷的用手上的PAT來打電動 不過媽媽怎麼可能會答應呢 所以一邊玩還要一邊觀察電視上的畫面 看看媽媽有沒有發現我們還沒睡覺 一旦媽媽轉頭了 就要趕快按下按鈕躲到被窩裡裝睡吧 但是也別躲太久喔 因為真的會睡著喔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怎麼實際上玩起來比看鬼片還嚇人啊 三不五時就出來一下 或者是叫小貓開門假動作騙我就算了 現在還跑到我房間看電視是怎麼回事啊 根本就不相信我在睡覺對吧 至於多人模式也是非常的有趣喔 像是這個就是要兩個人一起拿著PAT 來玩一場音樂節奏攻防遊戲 攻擊的那方可以抓準節拍 自由按下演奏的順序 再由防守方按出同樣的節奏 然後進行反擊 但是人多的時候還是來玩這個 找出怪盜的遊戲吧 拿著PAT的人就是要偷水果的怪盜 要混在人群裡偷偷摸走水果 看看其他朋友能不能看出來怪盜到底是誰 但是動來動去的人也太多了吧 而且又都長得很像 還有好多眼閉物會遮住視線 看來不全神貫注是抓不出來囉 遊戲語化力歐 還有許多當然或多人都好玩的遊戲 並且秉持著系列作創意玩法的概念來設計 真的讓WiiU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喔 劇力增速 我只能是招待的 我只能是招待的 預防 我只能偷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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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偷摸